镜头前,这个正在搓早的萌货,就是号称动物界极简狂魔的河狸。 它身体能分泌一种特殊的油脂,涂抹均匀方便下水注滴。 只要被它看上的小树枝围着树干啃上几个小时也在所不惜。 都说不疯狂不成魔,这货为了蛀巴不惜拿命魔。 它们蛀巴的工具全靠一张嘴,强力的大金牙面对大树也给你摧毁,比光头强都要土匪。 只是它们的安全意识不靠谱,大树倒的方向得拿命魔。 啃树的时候经常发生安全事故。 据不完全统计,每年被大树压死的河狸无计其数。 它们为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住堤坝呢? 其实只是为了给老婆孩子一个安全的家。 河狸喜欢把巢穴修建在水边,为了避免天敌的猎杀, 它们会把入口修建在水面下,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它们舒适安全的家。 随着季节的变化,为了在枯水期秘密入口不被暴露, 它们就会筑坝蓄水进行保护。 河狸修筑的堤坝一般规模不会很大, 只需要在关键水域修筑一段堤坝节流蓄水就可以了。 然而有些家大业大的河狸,为了节流简直丧心病狂。 加拿大一个河狸家族修建了一座长达八百多米的堤坝, 规模之大,连人类建了都害怕。 只是离生无常, 它们辛苦修建的堤坝有时被洪水冲垮, 有时也被兰祥毕业的暴力执法。 好在筑坝人不会哭,也不会服输, 转头又继续水坝的材料运输。 河狸修建的堤坝有利于湿地生态的扩大, 不过也时常发声音合离筑坝导致下游洪水的泛滥。